未來呢 其實我在想 我們藝術是不是 不只單純在博物館美術 是不是在體生活當中也有藝術 所以我想要 為了 還原本 還藝術 像導演一樣 和裝置的空間在一個空間裡面 讓藝術 和裝置的空間 對著 剛大這個小小的藝術 藝術遭到正常 所以也許 能夠打擊我們 讓大家一起享受 當然 對我來講 一人到某個階段 如果回到社會 能夠幫助人也是那麼好 所以我很高興 來參與 那我覺得他們的基金會很慢 就是 會照顧到一些需要照顧的人 比如說 有一些人還在開業的才華 會說 我們一些傳統的東西 要解決化 但是其實很多都是要經費的 剛剛這個開明 有個企業家願意出來 讓貴妹來施行這些事情 我覺得他們也 廣長 對貴妹是一個要求不高的 他一直想說 有這樣的錢 也是人家企業家辛苦賺的 他要怎麼樣把這個錢 用在對的那一方 所以這一點我們給大家鼓勵 而且成立八個月 將來有更多更多的八個月 十個八個月 二十三十 很久很久 所以在這裡能祝福 我們貴妹去欣賞時間 能夠照顧到很多人 就要照顧好 然後也要請人 為贏品 文化 藝術 成立八個月 我們有愛心的主持 還有這個說實 我們希望就是說 將來 就是因為你怎麼照顧 照顧這麼多人 讓這些人 越來越輕鬆 謝謝 謝謝 謝謝